在外漂泊的时间越长 乡愁就越浓 故乡总是那么的美 回到那里总让人深感踏实与幸福 离家是成长的代价 让我们来听下面的这组歌曲 怀念可爱的家乡 请预许我唱一支歌 献给我的外婆 献给我的母亲 献给我的故乡 这支歌的名字叫 故乡的云 第一次听呢 我就觉得它特别能够反映 我当时对我家人 还有对我第一次来到祖国内地的一种心情 所以呢 我唱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能够 把所有的这种感情都能够唱进去 一直到今天 我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我 想起我家人 想起当年的那种心情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1987年 费翔作为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 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演唱了故乡的云 引起了轰动 故乡的云 倾诉了无数天涯游子归来的情怀 无数人为此潜然泪下 从此 费翔这个名字 轰遍整个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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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bound 轰遍整个神舟 轰遍整个神舟 异住失堂朝ии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出的泪 那不想的一方 那不想的一语 为我抹去装的 我曾经好情万丈 回来却空空没心啊 那不想的一方 那不想的一语 为我抚平常上 那不想的一方 那不想的一语 为我抚平常上 上 啊